看到 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洛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劣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呢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为师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尔德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石 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窍他的 又说到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雅略八股的官 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妈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谢谢Grace 帮我们读出来这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呢 是继续 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正道的系列 今天已经到了第七讲了 整个我们的主题是使命 关于这个势不可挡的使命 但是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何处是家乡 然后特意又找了一个吴冠中的水墨江南 这个话放在这 为什么呢 是因为跟我们的时间有点关系 是什么时间呢 我们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星期二就到中秋节了 所以我们一会儿会有庆祝的活动 每一次到中秋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在朋友圈里边发类似的东西 或者你会在朋友圈看到很多这样的啊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诗 我想这个时候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 在澳洲的华人 我们的心情会很特别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用这个诗 用这个景 寄托的是一种情感 我们在这个时候 往往就会去思念故乡 所以呢 这是我今天用这个题目 我们一起去思想 何处是家乡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很多人 我们经过了很多 我们经过了人生很多阶段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在澳洲的时候 我们即便在 很多时候 我们会去思念自己的家乡 但是我们想可能说 啊我已经 有相当的一个体会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明白 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家 然后我们也常常会用 苏式的这一句词来 安慰自己 此心安处是无相 是吧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很好的启发 但是我想说 当我们说有爱就有家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正的去安静 去思想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希望追求的是永恒的爱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哪里可以寻到这个永恒的爱 然后我们希望自己的心 能够 有真正的平安 但是 谁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所以当我们思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到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什么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神的创世之初 那大家都很熟悉的 有一个地方叫做伊甸园 在神最初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也造男造女造了人 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中 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 讲到神最初的创造的时候 讲到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 然后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所以这个一切所造的 不单单是眼睛所见的 在这个里边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人人都所向往的 爱和平安 所以在神的创造的之初 神看着一切都甚好 所以在这个美丽的源字当中 亚当和夏娃和睦地生活在这里 然后他们和神之间 他们和神创造的万物之间 都是和谐共处的 他们有一个爱的关系 这是在圣经的最初告诉我们 神的创造如何 然后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当中 又告诉我们 将来这个世界将会如何 所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将来 整个这个世界都会改变 会有新天和新地 然后在启示录里边 用了另外的一种形象 去描述将来 将来的世界如何 所以如果说 神最初创造的那个世界 是我们刚才 看到的那个形象 那个画面 伊甸园 那么在将来的时候 圣经里边 用了另外一种描述 说是一个圣城 新耶路撒冷 那我们当中很多人知道 我以前我是建筑师 当然即便你们 你们 你们跟这个建筑的行业 不是那么密切相关 但是我相信你们当中 很多是从国内过来的 尤其体会到 在过去的20年 国内的所谓的一个城市化 或者城镇化的进程 所以我有时候 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常常说 圣经告诉我们 最初是个园子 然后将来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城 城市 圣城新耶路撒冷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描述 一个象征性的描述 但是它表达的就是 神的创造 从他最初的创造 到一个新的创造 那么在这个新天新地 圣城新耶路撒冷里边 特别告诉我们 不单说描述 这个城市是如何 在城内街道当中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而且很重要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以后再没有咒诅 所以这里提到说 在将来的那个世界当中 再也没有咒诅 在这个城里边 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里讲的是神 就是那位天父 羔羊就是神的儿子 或者说我们平时 所说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的宝座 设立在城的中间 然后所有的神的仆人 或者说神的儿女们 都要在他们的宝座前 去侍奉他们 也要见他们的面 也就是神的荣光 要显现在神的儿女的面前 神的儿女 要经历神的同在 是每一天都经历到 他的同在 所以这个对应到 刚才我们说 神最初的那个创造 我强调的说 不是单单眼见的 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就是那个美好的关系 美好的关系 当然大家知道说 从最初的创造 到之后的这个新的创造 之间肯定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这儿提到的 就是咒诅 所以从伊甸园 到圣城新的耶路撒冷之间 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之所以是有咒诅 原因何在呢 圣经上也告诉了我们 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都背逆了神 我们没有按照神 最初创造我们的这个心意 活在与神的那个爱的关系当中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就是爱 但是世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背逆了神 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以至于说 这个世界以及我们都活在咒诅之下 这个咒诅就是因为人背逆了神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 我们再反过来看的时候 虽然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都得罪了神 我们都得罪了神 我们都因为这个罪而与神隔绝 但是神就是爱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所传讲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 神就是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永远的家乡 我们都在寻找永恒的爱 我们都在寻找内心真正的平安 在哪里可以寻找到呢 唯有在神的爱中 唯有从神那里可以寻求的到 所以这个不光是今天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信息 这个其实是从2000年前 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开始一直传讲到现在的信息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天 我们一起看了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 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16 17和18章 但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 是刚才Grace姐妹帮我们所读的 所以我们把重点呢 只是放在某一部分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对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 有一个总体的框架的时候 我相信这张地图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 总体的框架 所以如果跟第一次宣教相比 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 我们用的那张地图的话 今天第二次的宣教之旅 跟第一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就是上一次呢 基本上他们走的是水路 然后到了亚西亚之后 他们上了岸 在这边稍微有一段的行程 然后基本上又原路折返 又回到了安提亚 所以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相同的 他们还是从安提亚出发 最后回到了安提亚 但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刚才说了 是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从哪走 所以第二次是从安提亚 走的是内陆 然后走到了亚西亚的 可以说是最西端 亚西亚 整个这一块 亚西亚 比翠尼 加拉泰 加塔多加 基利加 庞菲利亚 这些是当时的 罗马帝国 他们管辖的时候 所叫的一些名字 所以这是一些省 但是整个这个 在现在来说 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 所以保罗他们经过 土耳其的中部 到了最西端 所以不光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的范围 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亚洲 进到了欧洲 所以我在那边 有一个红色的 那个圈子里边 写的菲利比 所以这个菲利比教会呢 就是保罗和他的宣教的团队 进入欧洲之后 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当然 石图行传 十六十七十八 有提到几个地方 基本上就是沿线 所以从菲利比开始 他们又去了 切萨罗尼加 然后从切萨罗尼加呢 又沿着海岸下来 到了雅典 然后从雅典呢 又到了他旁边 西边的 大概有五六十公里 离的不是很远 另外一个地方 哥林多 所以这几个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 基本上我们都听过 这是圣经里边 多次提到的一些名字 特别是保罗的书信 保罗 保罗总共在 我们今天所看的新约当中 我们说新约有多少卷书呢 还记得吗 让你们不要睡着 新约有多少卷书 二十七卷 你知道在这二十七卷书里面 有多少卷是保罗的书信吗 来猜一下 大胆的说出来 不怕说错 猜一下 多少 有一半 说的很准确 基本上一半 十三卷都是保罗的书信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边 有菲利比书 有贴萨罗尼加前后书 有哥林多前后书 所以今天呢 我迟一点 我会提及 贴萨罗尼加前书 为什么呢 因为贴萨罗尼加前书 就是保罗 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 特别是他跟着希拉 到了雅典之后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同工 其摩泰留在切萨罗尼加 但是又来到雅典 跟保罗 希拉分享 你们之前在切萨罗尼加 所建立的教会 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些弟兄姐妹 现在是什么情况 所以保罗就写了 切萨罗尼加前书 就是在雅典写的 所以我把这几个地方 安提亚 贝利比 雅典 这三个地方 把它突出出来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大体的地理 位置上的框架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就是17章的 应该是22到34节 是吧 所以这里提到保罗 来到雅典的时候 他首先是他到雅典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刚才那个地图上也有提及 可能那有稍微遮一点 他们这次宣教呢 大概是主后 或者说我们叫公元的 50到52年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间 雅典城里边 有很多的什么呢 神庙 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 也看过一些希腊的神话 我们知道 在希腊的文化当中 他们是多神的 而且我每次我提到的时候 我说希腊 希腊文化里边的这些诸神 你如果去看的时候 你发现说他们的那些神 比人更加的道德上的败坏堕落 但从建筑上来讲 那我们 那我自己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也学过啊 西方建筑史 包括那希腊 这一部分也是很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们的神庙 他们敬拜非常多的偶像 但是这些偶像从哪里来呢 这些偶像都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 所以当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 他这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说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会堂就是犹太人 他们聚集的地方 类似于我们今天 基督徒在教堂聚集 所以犹太人是在他们的会堂聚集 或者说叫Synagogue 那我们今天在悉尼也有一些 犹太人的Synagogue 所以他们是在他们会堂里聚集 所以保罗呢 他基本上 他在他的宣教的旅程里边 他到了不同的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有会堂 他都会先到会堂 先到犹太人的中间 所以保罗在雅典的会堂里 跟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在那里跟他们去辩论 并且呢 每天他在街道上 在街市上跟遇见的人辩论 然后这里边 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 告诉我们是保罗到了一个地方 叫雅略巴谷 雅略巴谷这个是个音译 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雅典的最高议会 雅典城的最高议会 所以他们的领袖 组成的一个议会 所以保罗来到雅略巴谷的时候 他就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 很敬畏鬼神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些 在当时的雅典城里边 可以说各种规模 大大小小的 随处可见 所以这些希腊助神 都是他们所敬拜的 但是保罗说 不单是这些 他说我游行的时候 所以他到处 他到处在逛在看的时候 他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写着什么呢 就是这个字 当然跟我们汉字 可能对应不起来了 我就说汉字的话 就这四个字 叫位食之神 所以希腊人 他们除了去敬拜那些偶像 他们所创造出来的 什么太阳神 爱神 战争之神 智慧之神 各种你能想得到的 他们早已经都想到了 然后甚至是说 他们觉得说这些还不够 还涵盖的还不够 然后他们有一座坛上面 写着位食之神 所以我是用了这一个图片 今天用了这个图片 因为很快要跟家人去一下日本 去一个礼拜 再做攻略 看到日本 日本 如果你们有去过的 你们就知道说 在日本有很多 这样的所谓 他们叫鸟居 所以在日本 他们的神社 他们敬拜各种的神灵 甚至在日本 类似当时的古希腊人一样 他们觉得那些神灵 叫上名字的都不够 连位食之神还要去敬拜 所以这个不单是在西方 在东方也是也是一样的 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所以保罗看到说 他们有那个心 他们很愿意去敬拜神 但是他们所敬拜的都是假神偶像 甚至他们还要敬拜 位食之神 所以他们根本是不认识真神的 所以保罗就借着在这个 雅略八股 在他们的希腊城的 在这个雅典城的最高议会 面对他们的领袖 面对这些群众的时候 保罗就抓住这个机会 去跟他们分享 分享他们连认识都不认识 但是愿意去敬拜的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 保罗后面说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不能说全部都读 但是我在这里 我把重点也是把重点突出出来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表达的 他一开始他就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 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 我有跟大家分享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最初的创造 以及将来那个新的创造 所以保罗在这里 跟雅典人分享的时候 他也是先告诉他们 这位神 祂是造物主 这个世界的万物 一切可见的 一切我们看不见的 都是神所造的 而且神不单是创造这些 神还在保守这些 特别是我们 这些人 因为什么 在神的创造当中 唯有人 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 唯有人 能够反映出神的尊贵荣耀 所以神创造了世界 神特别的将更多的恩典赐给人 而且神不单是说 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他就把这个世界交给人 去管理 去居住 然后他就离我们远去了 不是的 保罗在这里强调说 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 或者说 神就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而且神并没有离弃这个世界 神是以他的爱去供应 去管理 去与人同在 赐福与人 然后保罗说 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 就不应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类似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希腊人 他们在建筑上真的是 我们现在还是说 他们的建筑艺术是很好的 但是 他们所雕刻的那些假神偶像 他们自己用手雕刻出来 然后还要去敬拜 以为说自己造出来的偶像 能够看顾自己 能够赐福自己 这当然是一种错误 但是保罗也告诉 雅典人 也让我们明白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所以神看到人这样背逆他 去敬拜那些 本不应当敬拜的假神偶像的时候 神就暂且的容许人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刚才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短片 那个是在旧约里边所提到的 一位先知 以利亚 他如何跟那些 敬拜巴黎的先知 他们有一个对决 所以刚才讲到的就是 通过这个对决 去显明出来 到底谁 败的 才是真神 当然刚才 张伟也 提到了 我们今天 我们不单是敬拜一些具体的偶像 我们今天 可能把很多 我们看不见的当作我们的偶像 把它放在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们把什么放在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位置 那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偶像 它可以是金钱物质 它可以是地位名望权利 甚至是我们所追求的在这个地上的一些短暂的关系 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代替那位真神的 我们所敬拜的对象 所以保罗告诉雅典城的这些外邦人 你们连喂食之神都要去敬拜 但是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位造物主 真正赐福给我们的那位神 你们不认识 你们之前都活在愚昧无知的当中 神之前也容让你们这样去做 但是 但是如今时候到了 什么的时候到了 现在神要让各处的人悔改的时候到了 所以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呢 悔改就是我们要转移以前 我们所去追求的假神偶像 包括具体的 包括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把它放在最重要位置的那些人事物 我们要转移这些 我们要转移这些 然后回转归向那位独一的真神 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签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所以在这一句经文里边 其实提到了很重要的 就是神所设立的人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明白 在这里所提的神所设立的人是谁 特别是最下面那句 是谁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是谁 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雅典人 神所设立的那一位 也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 耶稣基督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已经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了 所以如果说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短片 先知他所行的那个是个 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神迹 在那个祭坛上 还要把那个肉上再倒上三遍水 但是当他向真神祷告的时候 神就降下火来 把这一切全都消灭 烧灭 我们如果认为说这是一个神迹 是不可能的话 神所设立的那位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带我们受死 他又从死里复活 更加是 我们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神迹 但是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事 让我们知道说 他的话是可信的 而且他的话是信实永不改变的 所以他在这里不单提到说 耶稣基督的降世 是给我们带来了神的救赎 这里也提到 这位耶稣 他还要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 就是耶稣已经降世了 所以对他来说 我们刚才说 他这一次宣教之旅 大概是公元的50到52年 所以耶稣 复活 升天 距离他那个时候 最多也就是20年 所以在他这次宣教之旅之前 20年刚刚发生过这些事情 是基督已经降世 已经受死 已经复活 已经升天 但是他告诉大家 接着还要发生的是 基督将要再来 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已经又过去了2000年 基督的降世是已经发生的 所以无论是20年还是2000年 这个都是在之前的事情 已经发生的 同样的 无论是当时的保罗 还是今天的我们 我们都确定的知道 有一件事还要发生 就是基督将要再来 当他来的时候 他就要 带给这个世界 一个公义的审判 在约翰福音当中 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在这句经文里边 告诉了我们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的审判将会产生两种结局 哪两种结局呢 要么就是灭亡 是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沉沦 永远的与神隔绝 要么就是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与神同在 永远的去经历到与神的爱的关系 所以这是将来审判 唯有这两种结局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得救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告诉我们 因为神爱世人 我们如果 凭着自己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所有人的结局 都是灭亡 但是因为神爱世人 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他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代弃我们而死 以至于当我们去信他的时候 就可以不被定罪 所以在这儿 对于我们来说 并不是说 我们因为不信 所以我们才要灭亡 不是的 是因为我们原本都要灭亡 但是神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转机 他把他的恩典 沉迷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信 耶稣基督的人 都不被定罪 在将来 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 反而是 可以得到 他赐给我们 更多的荣耀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不单是将来面对 神的审判 而是今天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今天的选择 决定了将来 我们可以如何去面对神 这个选择 我们也常常叫做 对于神的回应 因为神把他的爱和恩典 预备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回应神的爱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出的一个个人的决定 我们可以接受神的爱 我们可以去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我们也可以拒绝 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生活的方式 我原来 我所追求的 或者说 用今天我们前面所讲的 我的偶像 我所拜的神是什么 我还要继续按照这种方式 去过我的生活 没问题 神不会强迫我们 但是神在圣经里边 把结局向我们表明了 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但是神在他的爱的当中 他呼召我们 要选择 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在之前所看到的使徒保罗 他如何亲身经历到 那位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 以至于他的生命彻底的扭转 所以当保罗 他在踏上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 你认为说 保罗有没有像我们一样 在一些特别的日子 在一些夜深人静的时刻 他会想起他的家乡 不单是那个地方 更是他所爱的人 他有没有希望说 他能跟他所爱的人 在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 我想一定会有 但是保罗 他的生命彻底扭转之后 他愿意 去跟随主的呼召 去踏上这样 我们看似非常艰难的旅程 艰难到什么程度呢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有描述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只读一小部分 他说我比他们 保罗在这里 他不是骄傲 他不是夸口 但是他说的是事实 他比其他的圣徒 更加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还有每一次四十下 减去一下的意思 就是那些犹太人怕 多打一下 就变成说他们就犯罪了 所以他们会每一次减少一下 但是即便三十九次 你可以想象 你能承受得住吗 他不单承受了 有一次这样的鞭打 他承受了五次 还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所以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保罗被人用石头打 以为都把 以为把他打死了 拖到城外 遇着船坏三次等等等等 所以保罗 他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些 他在犹太人当中 他是一个最正宗的犹太人 他在犹太人当中 是有名望 有地位的 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他难道不盼望 在他的家乡 跟他所爱的人一起 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吗 我想 对于保罗来说 他更加明白的是 他跟千千万万的圣徒一样 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只不过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们真正的家乡 并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盼望的永远的家乡 神已经在为我们预备 而且我们不单是说盼望将来 才进到圣城新的耶罗撒冷 更重要的是 我们跟神 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有一个密切的 真正的爱的关系 所以保罗他虽然经历到这些苦难 但是对他来说 他没有灰心 没有丧胆 也没有觉得羞辱 他反而告诉我们 他常常喜乐 他为什么而喜乐呢 是因为 他经历到神的同在 他经历到神所赐给他的爱和平安 所以这是我今天用这个题目 何处是家乡 我希望说我们当中 已经是基督徒的 或者说还尚未成为基督徒的 明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 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与神的关系 经历到与神的关系之后 我们如何活出与人的关系 我们经历到神的爱 我们要以爱去回应神 我们也要遵从神的命令 去爱人如己 所以最后 这是我们一起看 这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保罗 他写信给切撒罗尼加教会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保罗在切撒罗尼加教会 和他的同工和他的团队 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 只有三个安息日 他们在切撒罗尼加城里边 也就是说非常短的 也就是大概也就三个礼拜 三四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他们在那边 去分享基督的 这个平安的福音 很多人信了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切撒罗尼加的教会 也被建立了起来 但是他们还需要被兼顾 所以保罗就写信给切撒罗尼加 那个初被建立的教会 他说他听到提摩泰来给他报信 知道那个教会现在发生的情况 他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 已经传扬出来 所以即便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 但是他们已经在向外去传扬福音了 他们已经体现出来他们对神的信心 然后他们的生活也体现出 他们的信仰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离弃了原本他们所拜的偶像 所以切撒罗尼加城跟雅典 无论是那个时候是同属罗马的 还是现在 我们说的就是现在 还是同属希腊 这个现代希腊国家的 所以他们都是受希腊文化影响 他们一样是跟雅典城的人一样 拜偶像 甚至去拜卫石之神 但是当这些人接受了耶稣之后 他们的生命彻底扭转 他们就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神 他们透过他们每一天的服侍 每一天的生活去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然后他们跟保罗 跟我们当中每一位敬畏神的人一样 在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再来到这个世上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不单是要审判整个世界 他更要去完全地救赎那些跟随他的人 所以对于切撒罗尼加教会的 这些弟兄姐妹来讲 他们所盼望的家乡 当然也是主正在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家乡 但是对于他们的当下来讲 他们就是在因着经历神同在的爱和平安 他们有了那个真正的满足 所以当我们今天将要一起去庆祝中秋 我们彼此分享爱的时候 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神在我们中间所赐的爱和平安 以及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和平安活出来 爱人如己 我们下来讲